大展拳脚,要拿下和珅这个大贪官,用他的贪腐款来充赢国库,要知道和珅的全部身价,可是比国库还要多。 和珅在嘉庆上位的时候,心里也是担忧无比,要不,既然没多久,嘉庆就给他安了很多罪名,但是和珅想到了乾隆给他留下的那道保命用的遗诏,心里也就稍稍有些安心,但是当他不慌不忙,拔着道保命照出打开的时候,他却惊呆了。 乾隆在上面只给他留了三个字,保全尸,就说让和珅死,只给他留个全尸罢了,和珅顿时傻眼,心情一下子又从云点,跌到了谷底。 既然这是乾隆爷的意思,那么和珅就逃不过这一死了,于是他就这么被下了狱,然后嘉庆也遵从了乾隆的意思,要给和珅留个全尸,就下令刺和珅一道白领,让他上吊自杀。 被乾隆摆了一道的和珅也是万念俱灰,他悲哀的将白领